依然的路 依然的路 好笑以明的光 依然的路 依然的路 在我学的赞美超当中 第三集的等候神 等候神最让我感动 有时候都会跳到流眼泪 因为我的家人都还没有来信主 我愿意等候他的救恩 愿意等候主耶稣 尽日来拯救我的家人 大家平安 我是后进新义会的爱淑珍姐妹 我接触这个赞美超 已经有三四年了 起先根本来教会七八年 都没有听过赞美超 然后经由一个 我们教会有设立关怀据点 因为有一个右昌教会的姐妹 来我们教会做志工 所以才认识她 她也前后找我了很多次 出去运动 可是我都借口 推掉了 我就好像走不出去 一直到我那个 身体有一点 巴浮了 然后我想要运动的时候 她那个姐妹在找我的时候 我就 真的出去都会公园运动了 然后 然后第一次走出去的时候 以后就天天出去了 就任何拦阻都没有 就可以天天去运动了 然后借由赞美超 我的身体也得到很多的益处 比如我头晕的状况 我从小就有头晕的那个体质 转圈啊 然后弯腰的时候 头都会晕 在我们第二集培训的时候 第二手爱勇不止息 他有一个动作要弯下去 那个眼睛还要往上面看 然后之前我都不敢弯下去 然后到认证的时候 因为要培训一定要弯下去 然后我弯下去的时候 奇怪头什么都不晕了 然后在都会公园跳的时候 只要转圈圈 我都是在原地踏步 都不敢转圈 然后现在 不论做到哪一个转圈 我都可以坦坦地转圈 都不会头晕了 真是很棒的运动 他真的全身性的运动 带着医治还有心灵上的慰藉 然后我们每天去跳超一个小时 也可以有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整天都平安喜乐 而且精神很好 然后这一次 第二集培训跟第三集培训 都在我们后进教会 那些弟兄姐妹 找来的弟兄姐妹 都乐意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排椅子 都愿意帮忙 好像在一个爱的团契当中 就是带着耶稣的爱 彼此相爱彼此福祉 然后郑廟宗 那个郑廟宗牧师跟瑞婷师母 也是来帮我们抹油祷告 第二集培训也有 第三集培训又来了 然后他也用心很贴心 第三集培训的时候 第一天有三个姐妹没有来 然后他第二天 郑廟宗牧师跟瑞婷师母又来了 帮这三位姐妹抹油祷告 那个恩膏 那个膏油抹下来 那个学习的果效 就是加分的 真的是一个好的牧者 然后我们也看到 我们上课的骑行 丽萍老师也很认真 很有耐心的教导我们 只要我们动作遇到瓶颈 他就会牵着我们的手 一起跟着他跳 直到我们动作完全可以自己 自己跟上了 然后还有圆如老师 他的口学 他的教学有口学的 每一个口学都非常的 为妙为俏 恰到好处 有时候这些老师来教导我们 那他们都乐意的摆上 每次培训 他们都加热都愿意出来 也谢谢这些老师 辛苦他们 然后第三集培训 他又都给我们一天练习的时间 真的谢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真的感谢他们 我们就像这个我们穿的这个全能全心 在这里敬拜神 然后我们可以彼此学习 彼此造就 互相的彼此相爱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不要失去 不要失去 不要失去你的微笑 要常常喜乐 要常常喜乐 不注定祷告 不注定祷告 一起来祷告 要常常喜乐 喜乐 要常常喜乐 喜乐 未经计祂 请不要失去